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回答一个网友的评论 这个评论在海外市场比较具有代表性 就是极右派的一个代表 那跟极左派其实他们都是不谋而合的 是一丘之合都相遇的 我以前不有一个理论吗 我说这个原住体理论 这个极左绕绕绕绕绕到后边的 极右绕绕绕到后边的 他俩就相遇了 都是一路获设 那这个是一个海外的华人 我发了一下他的视频 他也应该是有50岁上下的一个年纪 按理说这个年龄50都已经知天命了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应该相对来讲客观一些 我怎么判断他这个人的一个年龄呢 就是我一般通过这个评论 我先看几句就能勾画出来 这个人物的一个性格和画像 但是我为了就是客观和公正 我肯定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 就耐心读完才可以 完了之后我看完他这个 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是概念不清逻辑混乱 是东拉西词 但是确实能把人绕里头 一会儿我给大家读一读 大家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但是经不起推敲 一切假的东西都经不起推敲 因为我是本着这个说实话来做视频 实话就是这么有力量 实话就是无懈可及 他就是一个就是对于周效症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不算死忠粉啊 反正肯定也是达到这种极右派的一个地步了啊 他确实不是特别正常啊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怎么知道他是五十岁上下的一个年纪呢 我看了一眼他这个 他的油管啊 他这个也发了几个视频 他有一个女儿啊 是十岁上下的一个年纪 这个应该是五年前发的 那是16年发的 那五年前发的 他女儿看样貌啊 十岁啊 十多岁的一个样子啊 应该是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那你看 那打假如说要是现在过了五年 他他女儿应该二十岁了 那这个人应该是四十多岁到五岁之间 这个五岁左右的一个样子啊 并且我看那个环境是国外 他也承认了 他是在国外生活啊 就是这样 他之后给我的一个评论 我没有看 因为这个长篇累度太长了 浪费我时间 我看的就是 他的这个第一回的给我视频的一个评论 就是我评价周效症啊 我在昨天视频当中说周效症 我就是评价这个第一回的就完事了 我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说就可以了 这个他描述的已经很完整了 剩下其他的我不愿意跟他沟通啊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浪费事件 那好了 那咱们回过头来接着看啊 这个这个网友吧 他叫丹尼尔古 丹尼尔古 丹尼尔古啊 是姓古 不知道跟郭文贵有没有什么倾提联系 反正这些基本上都挺像啊 性格比较像 叫丹尼尔古 他说对不起 真的 你虽然有民族启蒙思维 但是与这个周教授相比啊 你仍然逃不出墙内人的一个思维 好 他指责我说 我逃不出墙内人的一个思维 你看他们说的原因啊 你们这种思维真的有点像是患有人格分裂症 好 这个一般 一般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没病 你看没 他一般都说这个大夫疯了 你说的不就是大多数国内中国人所要求的现状吗 这个有意思啊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国内大多数人要求的一个现状呢 我在视频节课说了 我说我们要在宪法的这个作用下来捍卫言论自由 我们要游行集会结社思维的一个自由 要参与这进去 这是国内的一个现状吗 古巴为什么这回有危机之后 就是这个 他有经济危机之后 有人会去上街游行 不就是因为人家没有墙吗 人家有一个国际的思想 国际的视野 知道外边过的什么样 所以说他们这回才会去这个游行集会和思维 咱们一会再说这个 这个这个古巴的一个事啊 这个人看古巴问题都看不明白 就是他还给我 就还跟我提古巴呢 他不提古巴还好点 一提古巴的更无知了 接着看啊 所以说我跟国内的这些人 有根本的一个区别 我就是要采取非暴力的一个形式 去解决国内的不公平的一个问题 包括民主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的思想 我这个思想咱们可以这么说 是目前最符合广大中国人根本利益的 你这些已经移民海外的 对于国内的一些事情 我说句实话啊 真的有的时候心术不正 跟周肖正是一样一样的 你看他们这有 就是他们这帮人啊 就是移民之后就希望这个中国死掉 越乱越好 越怎么的就越好 恨不得美军打过来还才好呢 就这些要灭共的啊 就是要这个武力推反的 又要闹革命的什么 你说你们自己都搞不成的玩呢 你老搁海外瞎上什么呀 有能的你过来 你过来 来你武装革命来 你武装来 这帮人心就坏了 拿别人命不当命 拿自己命才当命 那你把你姑娘发中国来 往事让他从军呢 中国闹革命吧 带两人革命 这整个坏透了 你看他这个人 他跟国内的这些极左派 这些战狼和粉红 他思维方式是不是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干 就是打 就是傻 一样的幼稚 接着看后边 也不正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一再强调的维稳吗 国家不能乱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多数这个国民 必须坚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大前提 所以一辈子做韭菜 这是你们所需要和追求的吗 当然不是我们追求的 我们一辈子要做什么 为了公平和正义发声 我们一辈子要做什么 关注弱势群体 我们一辈子要做什么 我们一辈子要心中充满阳光和爱 是这样啊 你看他后边说了 他说 邓小平和他以前这个发动的 是武装起义武装革命 你敢吗 你看这个不就回到他这个思维了吗 他又开始极左 极右了 又要武装革命了 你看他这个思想 如果不是在国外 周孝正面对你们这么大量的一个韭菜 结果不是跟任志强一样吗 有什么好处 他这个 他这个是 我没告诉你们 就逻辑混乱 是概念不清 任志强和任志强这个事是 你可以说是中国当局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打压 没毛病 你可以这么说他 可以 但是啊 我想说 我说的和任志强是 我说的这个周孝正存在的问题和任志强是两码事 我说周孝正什么 我说他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躺平 往来让中国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崩溃 那中国人都会饿死的 你看看这个北朝鲜 你看一看他的现状 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还有饿死人呢 金正恩都出来说了 粮食都有危机了 你看不到吗 所以说 你们都已经出国了 你们在安全地带了 你们享受的自由民主的空气了 完了之后 你让你们都做不到的事 我指的是武装啊 就是其实我说句实话 就是包括这个姓国的这个人和周孝正 他们连上街呼嚎一下都不敢 就在宪法赋予的框架下 他上街走一下都不行 要不然八九那钱那个周孝正出来呀 对吧 所以说就这点胆都没有吧 他老杀户中国人要武装革命 武装革命的 完了不是那个不是武装革命啊 周孝正还真不是武装革命 他还反对这个 但是他这个躺平也是不行的 躺平也够狠的了啊 他只不说跟那个武装革命 手法不一样 你这个国姓国的这个 一会你看他他后边就该说武装革命的事了啊 他倡导武装革命 完了周孝正呢 倡导什么呢 他说就是躺平 让中国人都饿死 把经济崩溃 我指的周孝正存在的是这个问题 让人饿死 任志强在狱里头还有口饭吃 还能活下来呢 那怎么呢 完了周孝正让中国所有人都饿死啊 那怎么的 中国人爱饿的时候 他能给运粮啊 还是能怎么的啊 再有一个 这个都这年头了 还玩武装革命呢 他姓国这人 他应该是个义和团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美国都 美国现在跟中国关系就这么紧张 他都拿中国没有办法 过去没有办法 今天他依然没有办法 中国人的问题 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 你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你想说干预一下的能解决问题 做梦 你他出兵伊拉克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伊拉克现在民主法制建立了吗 美国是好心 武力干预了 所以任何以暴力的方式去推翻原有的一个政权 并且啊 你在扶持所谓的一个民主 他就行不同吗 美国现在自己他也不敢了 他敢打中国吗 我就问一下 美国他敢打中国吗 就现在就这么 就这个话 咱就撂着 他敢吗 他能不能打过 那我觉得大概率可以 但是美国会不会投快血流 那咱们这个 咱们国家领导人 在习近平说的 会不会投快血流 他当然会了 他怎么可能不投快血流 所以说 这个 都这个年代了 还有一个 中国人的问题 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 你靠什么外力 都鬼扯 咱们看那下一个 就开始鬼扯了 下一个更扯 他说 知道古巴为什么发生大规模思维游行吗 因为经济原因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BBC的一个报道 BBC是这么说的 说古巴人对这个经济崩溃 限制公民自由 以及对古巴当局对疫情的处理感到愤怒 所以说这回上街游行 这是BBC官方的一个报道 而到他这个里头就开始单拿出来一个说 你发现没有 咱再看下一个 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显现的更淋漓尽致了 历史告诉我们 要改变一个独裁专政 这种国家 必须要么是一场内部发生革命 罗马尼亚的一个方式 要么通过外部的一个力量战争 诶 看看啊 这个人 他是一个好战分子 要么通过外部的力量战争 这个首先排除了 就目前的中国 全世界任何的国家 拿咱们 就是拿中国啊 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我说句实话 德国有办法吗 欧盟 欧盟的最大的一个国家 经济的支柱 德国有办法吗 新上来人了 说这 我看BBC有的时候也报道 我说过两天又上来一个人 这默克尔要下去了 因为默克尔亲众嘛 都这么认为 说关系比较铁 完了说这个 说新上来一个党块 就会硬派一点怎么样啊 我跟这么说 如果德国对中国过度的硬派 那么他在中国的这些汽车企业 都得卷扑盖卷走人 我相信大家 这个是不整的一个事实吧 德国人现在的目前的生活就无法保证 那如果德国人都想勒紧裤腰带 为了自由民主 为了他们的价值观来忍机挨饿的话啊 那行那就这样吧 那那那他愿意怎么做 把场子都撤回去就可以了 不同贸易了 完事 这个问题 那就算他为了捍卫自由民主发生了 这是德国的一个操作 大家想一想他能吗 他同意欧盟其他的国家能同意吗 搞笑 美国其实他也离不开中国 美国往 他这个粮食作物 每年往中国出口多少啊 又卖大豆 又卖这个 那卖玉米卖啥的 反正天天卖嘛 那粮食在美国是紧急作物 粮食你看啊 这个粮食是农产品 不假 他当农产品 谁说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本国的老百姓吃 如果他出口了 那就叫经济作物 那这个就是粮食啊 那他这种经济作物 给美国人挣多少钱呢 对吧 因为粮食 他这是一种这个价格弹性 比较低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 那你说 他只有靠出口才能 创造这个收入 那本国市场的就那么大 对于粮食的需求 说句实话 他弹性非常低 就是这样 那这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范畴 再有一个 他说罗马尼亚 说是这个 以内部发生革命 说一个国家 如果比如说 推倒这种独裁专制 把这必须是内部革命 罗马尼亚 他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跟你说 一会儿咱们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怎么跟战狼粉红一样 就这个玩儿呢 极左和极右就相遇了 罗马尼亚是在这个东欧 巨变时期的一个东欧国家 他是通过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 把这个齐奥赛斯库给拉下马 就给打死了枪决了 还有他老婆都会弄死 那这是一段历史 但是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东欧巨变 就东欧巨变 这个华沙组织的这些国家 他有一些中欧的 有一些东欧的 当时就 就是民主化了 或者是说 就推翻这种共产主义的一个统治了 那个是这个90年前后 因为那前 这个苏联已经要倒台了 他经济已经崩溃了 他没有办法去维持 他自己的一个 集权的一个统治 他周边这些卫星国 他耗不住了 这个人举的这个例子 是一个东欧巨变当中 所有国家当中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只有罗马尼亚 是唯一的在东欧巨变当中 发生革命的 而剩下的其他的 他没有说 你说一说东德 你说一说波兰 你说一说匈牙利 还有其他的 就大家 这其他的我也不说了 不一一列举了 浪费世界 其他的这些国家 全是和平移交的政权 没有一个发生 这种武装政变流血冲突 你看他这个 这个玩呢 这个极右派 他跟国内的极左 是不是一样一样 国内极左老嘲笑 说印度这个治理的不好 所以你看民主没有用 世界上那么多的发达国家 都是民主国家 都就是这个福利宝 让大约和人权的等等等等 言论自由都非常好 他单单拿出来这种民主国家的叉声 来跟中国比 就民主国家的这个最末端的一个 拿印度跟中国比 那印度有一些种姓什么等等等等 问题啊 各个帮子还不团结 包括他们语言 现在都没统一 都整不明白 所以说 你看国内的战狼粉红 拿印度出来 来诋毁民主 完了你看这个 这个姓国的啊 他就拿出来这种 罗马尼亚血腥的暴力革命的方式 来说 实现民主的一个方式 你说他们两个 是不是有本质上的一个相同 都是特别极端 啊 都是找这些 就是特别极端的一个例子 拿来说 我跟大家说什么 咱们就是看问题 给看大概率的一个事情 咱们这个就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一个癌症病人 他想做手术 那他选择做或者是不做 那基于什么判断呢 就基于他的一个存活的概率吗 对于他自己的一个好处吗 比如说 我有80%的概率 我能存活下来 我能免除这个癌症 给我带来的一个死亡 那当然要做了 那这个癌症病人就要去做了 那如果假如说 他 他80%的概率是死在手术台上 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推敲了 那就可以选择做 就可以选择不做 或者是安乐死了 那为什么 那如果假如说 就是比如说大夫 为了那30%的概率 做了这个 结果连手术台都没下 那还不如保守治疗 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那这个是病人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考虑 咱们这个人不能走极端 你实现一个诉求 或者是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得选一个大概率能实现的一个方式吗 比如说99% 咱们通过这个勤劳努力能支付 那咱可以选择99%的一个大概率的时间 咱不能选择1%去抢银行吗 那你抢不成你就直接被警察开枪击毙了 你就死了 咱们选择的东西你给大概率能够保证你能够成功的 是这么样一个方式 不是说走那种极端派 你看这个人他极不极端 这跟国内和战狼和粉红的思维是一样一样的 完了还请问我呢 请问战争和内部革命 人们最愿意看到是哪种方式 哪种方式都不愿意看到 就你所谓的战争和内部革命 哪种方式中国人民都不答应 那中国人愿意看到什么 和平眼睛 和平民主化 和平言论自由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如果咱们要是按照他这个逻辑思维走 我就被他带跑骗了 他还是了解点历史的 但是你说大家要不了解历史 你整一合计 罗马尼亚就是通过暴力革命的 推翻专政的 那就给通过暴力 不傻吗 其他罗马尼亚就是东欧巨变中的1% 剩下99%全是和平演变的 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你不走那和平的道路 你走这个 那不是有病吗 罗马尼亚死伤多少人呢 那数千人都死亡了 那不有病吗 这个极右玩呢 完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百年 是因为强大的高压维稳和经济繁荣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 中国恐怕早就不再是今天的中国了 说的是强大的高压维稳和这个经济繁荣 说中国能够执政百年 我中国历史上全是高压维稳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 它没有民主化的一个思维 全是高压维稳 所以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多 不都被剿灭了吗 哪个也没成功 除了咱们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比较牛 他这个联合群众联合的比较好 所以说 所以说你说中国 这其实是有历史的一个原因在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就是这个 什么高压维稳 全说到这个当局的头上 它是有历史的原因在的 中国人他就怕一个强大的中央 只有畏惧中央才能维稳 李光耀说的 高压维稳这个事也得分两方面看 如果比如说这个高压维稳 你限制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你限制老百姓的游行集会 结社的自由 还有一个你解法 我当然不同意了 我当然反对他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高压维稳 用在这个反对恐怖主义上面 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我当然又支持他了 那对于恐怖组织 那就是高压的一个态势 普京不有一句名言吗 说这些恐怖组织成员呢 我的任务就是负责送他们去见上帝 至于上帝原不了原谅他 那是上帝的事 那我们俄罗斯军人的职责 就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在什么机场建造 就机场击毙他们 在这个厕所建造 就给他摁死在马桶里 那这是普京的一个原话 因此也被咱们中国这些战狼派吧 广为一个流传 那我对于恐怖组织 你比如说 那中国有一些爆捧事件 那我认为 那当局铁血手腕 他是对的 美国也是这么做的 那美国追踪这个 布拉登追了多少年 最后直接给击毙了 扔海里了 那这个 面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 就要高压维持这个国家的稳定 哪个国家都是 因为杜绝这个事情在发生 但是在对于自己国民的时候 或者是对于自己国民的人身权益的时候 我认为不应该采取这个高压维稳的一个政策 不让老百姓说话 这可以吗 那这个国家不健康吗 历史上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防民之口甚于防船 资产不悔相效 那这些历史的一些典故那也都有 所以看高压维稳 也得分两方面看 看你怎么理解 再有一个和经济繁荣 这个就是一草 任何世上的一个国家 如果不稳定 不繁荣经济不繁荣 什么你美国呀 什么你德国呀 什么你英国呀 都不好使 你都玩不算 你信不信 美国经济大面积的衰退 如果都体积豪寒的 并且啊 他这个 就是人都恶瓢遍野的 你看一看美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的民主 美式的民主 他也玩不下去 命都保不住了 那就是人相死 这命都保不住的时候 我就说句实话 这个人的道德水平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道德的光辉 如果一个人他不做那些 就是损人利己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人性的道德的一个光辉 任何的现在 就是发达国家 他也是靠着稳定和繁荣 但是发达国家 为什么不需要这个高雅来维持稳定 因为他们有政党的一个轮替 他们有投票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 所以说他们能够宣泄自己内心的一个不满 比如说有言论自由 因此他不用那么样的高雅的一个态势去维稳 但是并不等于这个民主国家 就不需要稳定的经济繁荣 就是稳定和繁荣 他同样需要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你是专制 你还是民主 都需要稳定和长期的经济繁荣 这个国家才能够不动荡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才能够过好日子 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当局想维持统治 哪个国家你民主或者是非民主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些政府 要刻意的去讨好老百姓呢 为什么维持他的政权的一个统治 不也是这样吗 他不也是心 就是让这个经济好起来 老百姓满意才能投票吗 为什么要发这种纾困基金呢 这纾困的一个资金 你像这些福利性国家都发钱了 这次疫情 他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满意吗 能够过上日子吗 能够维持他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一个生活吗 这也是一种维稳 这难道不是为了维持稳定吗 他不发完之后怎么办呢 不发完以后 老百姓尤其美国的国家 年轻人都不爱存钱 过不了日子 是不是出去偷摸 干点什么违法的勾当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当然有了 那好了 那今天呢 我就跟这个姓郭的这个人说这么多 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的一个视频 虽然我延迟比较激烈 但是我觉得对他相对来讲能够好一些 但是以我对他的这个人物画像的一个了解 我感觉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去了美国以后 他就希望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崩溃 中国这个国家 人呢 就是比如经济崩溃等等等等 我就希望中国越不好 越能证明他当时离开中国 越正确越英明越神武 这个就好比一个人买了一个股票啊 他认为这个股票会跌 他就跑了 跑了之后 他看不得了这个股票再涨起来 因为他不卖孔了吗 如果涨起来 他就愿意看到这个股票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这公司破产才好 反正他解套了 反正他这个高位跑出去了 就像周小镇卖房子一样 他卖出去了 那多损啊 这个人 损不损啊 再一个 他对于共产党的了解 说是高压统治 我想这么说 幼稚 为什么呢 他不是仅仅会这个硬的一手 高压维稳 他也有软的 他也会谈判 我以前说过吧 我分析李光耀那前说中国的一个事情 李光耀说中国这个共产党 他会两手抓 软的也行 硬的也行 这是当局的一个操作手法 但是我当时不说是软硬 不是硬软硬 我看到的是第三诊 这个人就目前他说的这些 他就看到第一诊 他就认为中国一切的手段全是硬的 其实不是 他也会软起来 如果软的再不行 他才会硬 是这样啊 我跟李光耀的观点不同 是叫硬软硬 这是我对于中国目前的当局的统治手法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这看着太浅薄了 太浅了 那我最后以邓小平在21岁时候 在这个莫斯科学习的时候 他在课堂作业当中写的一句话 来证明我的这种观点 再有一个我也希望这个姓郭的这个网友 学一学 你看一看 邓小平当年21岁时候说的什么话 我想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是50岁上下的一个年纪 你跟人家21岁的邓小平都比不了 当然拿你跟他比可能有点有点不合适啊 那就跟我比吧 咱们都算抄根对吧 咱们比一比 我30多岁 你看问题都没有一个30多岁的人看的一个清晰 那证明你的有一段的时间呢 或者是这个人生白活了 就是这样 那邓小平在这个1926年8月12日的这个课堂作业中写到一句话 他说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的行事 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 允许多少民主要是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看到没有 这是邓小平21岁说的话 邓小平后来是不是这么做的 他当然是 你看他这个一国两制的构想 是不是多少的民主 实行多少的民主 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比如说台湾问题 为什么要一国两制 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就是这样 还有他的中央集权的一个思考 要自上而下 绝对服从命令 这是他对于中国的一个看法 对于中国的稳定的一个看法 可以说他比较硬派 这肯定是左派 他这个说话的一个方式 但是并不等于他不允许民主 你看允许多少民主是周围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 当局牛就牛在这儿了 他不是说一根井 他串了南墙 他不回头 他会变幻 他会变痛 他会拐弯 一百年这么好统治 一百年就这么好过来吗 打江神打了28年 他这个统治了统治70多年 这么一百多年 一百来年了 那么容易吗 如果就靠你们这些海外的极右 这帮杂碎 嚷嚷两句 中国就变天了 当局就完事了 那我认为 你们有这水平吗 你有邓小平的水平吗 你就海外这些自媒体 包括在极右派的 一天武力的 郭文贵我都不惜的说他 他压根的我都不愿意唠他 为什么你看我 我对郭文贵是谁的 我都不愿意提呢 在我的骨子里 我认为跟我不是一个党次子 我是一个读书人 那郭文贵是什么 他是一个商人 他是一个跟那个 就是权钱交易的 跟那个中国的腐败分子 勾结的这么一个垃圾 这么一个货 我谈他没有意思 我说实话 我批评周小正 我给他面子 因为我还瞧得起他 我批评他 我跟你说 我批评的人都是 起码我瞧得起他 当然极左派我瞧不起 我仅仅指这个极右派 我极右派一般知识分子 我要批评他 我都是瞧得起的 要不然我不会说他 中国国内的极左派的知识分子 我批评他 那我完全对他是一种蔑视 我瞧不起他 没骨头嘛 骨头一捏就碎 我批评灰烬 我批评沈亿 我批评金灿荣 我批评什么张伟伟 我瞧不起他 虽然他也算国内的这种知识分子 但是我瞧不起他 我是蔑视他在批评 但我批评周孝正 我不是 我瞧得起他 当然他现在做的这事 我也瞧不起 他在我的心目当中 已经地位荡然无存了 就是这样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我就说到这 大家不要极左和极右 还有一个多看书 多了解历史 这个伙伴别白活一生 你都到美国了 或者是这些发达国家了 你就好好地活一活 再活出来一个人样来 你在国内没有这个自由 你去美国有投票 没人关心关心政治 多投投票 别老看 就别老让这个中国崩溃 别老关心中国崩不崩溃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的一点利益关系了 你都已经走了 你崩溃不崩溃 跟你有毛无关系 所以说你就研究研究美国以后 怎么更好 这贸易战怎么跟中国干 他能干赢中国 你研究研究这个玩意儿 研究研究这个去就行了 把重点你要放在美国的移民 那你还扯什么关心祖国 信息家国呀 移民的人 我在这里这么说 你可以关心中国 但是别弄得那么基斯白脸 就是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就可以了 所以说中国相关的一些事情 就别长得鸡那白脸你都不是这国家 也在闹啥闹啊 是吧 闹啥闹啊 如果假如说过去遭受了什么不公平的一个待遇 也可以说一说 如果过去是中国的既得利益子了 或者没有说遭到什么不公平的一个 就是很大不公平的一个待遇吧 那就好好过现在的一个生活就可以了 你老守着过去这点痛苦不放啊 对你自己心情也不好啊 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些海外的这些人的一个劝告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说到这了 那相信大家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欢迎大家在底下评论 这个姓国的这个网友你也可以评论 你还有什么你自己的一个观点 你也可以评论 但是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评论呢 你除了给我增加两期节目之外啊 没什么过大的一个营养 就是这样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